为了我随师兄的到来 今天咱们简单吃个葱包羊肉 我一般情况下 做葱包羊肉都用哪块肉呢 我就用这块 外挤这块 这肉的块的大小 比较圆 有一个关键点 您在切之前 您一定要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之后 就不能再冲水了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浆水的 来点盐 先教大家这个绝对是快速 省事又简单 把这姜用盐拌进去之后 给它攥一攥 然后来一点水 泡个三五分钟 把汁给它凳出来 这也是我跟大爷学的 不用这么一步一步去腌了 来一点点糖 玉米淀粉 里边把盐 姜汁 和上淀粉 胡椒 糖 直接就可以腌肉了 放酱油 酱油 香油 老抽 颜色都让它到位了 把油一封 焖一会儿 葱切滚刀 一斤肉 三两葱 一定是以肉为主 葱它是辅料 平常都是使毒头蒜 切成蒜片一样 跟肉片大小差不多 今天咱们就讲一样的是大蒜片了 咱们这蒜片和香油 可以放到一起 放多少醋 来多少香油 热锅凉油 这必须达到五成油温 一断生就OK了 看这小傻 不沾傻 不沾锅 好 加点葱油 料油 打底 腌葱 稍微一出葱香 您就可以烹去酱油了 这葱香和肉香 让它全都倒一起 来 醋 蒜 香油 出锅 肉片不越滑嫩 而且还没有出了鲁鱼汤汁 体现了爆的特点 成功 成功 这菜做了成功